而在美国疫情逐渐虚缓的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就宣布 下个月1号起有条件开放职棒球赛 户外运动和迪士尼乐园等主题公园 美国职棒球赛同样在4月1号开始比赛 加州政府会用四种颜色让观众分别坐在不同的区域 至于人数限制则根据颜色区分 随着球赛或官方亮绿灯多个球队仪表态 有计划在4月1号当天举行逐场比赛 当局也允许主题公园重开 但游客人数只能限制在15% 而且只有加州当地的民众才能购票入场